欢迎来到新闻频道,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 肖战和王一波差距越来越大陈情令已不能成为代表作。 都是凭借一部电视剧作品而走红,可是未来的演员道路却截然不同。 四年前,根据莫香同秀小说《魔道祖师》所改编的单改剧陈情令, 于6月份的暑期档在线上视频平台播出以后,迅速得到了大量年轻一代观众们的追捧。 并给出了很高的评价。 现在在豆瓣网上,还有近180万观众给该剧打。 出了7、7内聚集的热度排行榜中陈情令也一直处于第一名。 当年陈情令这部单改剧之所以能够大火。 其中的部分原因也是凭借着肖战和王一博两大男主的精彩演绎。 剧中他们二位各自饰演角色的形象都很符合当下中国年轻观众的审美。 还有他们角色之间的那种情感也吸引了国内大量女性观众。 并因此而直接得到了这些女性观众的集体好评,称这部剧好甜。 有些影视剧作品和演员之间可以说是互相成就陈情令也是如此。 两大男主演不仅让此剧备受追捧,同时该片也直接让这两大男主演直接成为了顶流。 从此片约不断,跃剧一线明星的行列。 而今,距离当年陈情令的播出,已经过去了四年的时间。 虽然都是凭借一部剧而爆红,且在剧中饰演的角色之间有着很深的情感。 两位演员在剧集完结以后也经常联合现身,但他们之间的差距却是越来越大。 陈情令之后,相比之下演员肖战的名气要更大一些。 但是他却在没推出过一部能够得到观众高度评价的作品。 而且饰演的多个角色引来的也只有批评之声。 还有近些年肖战主攻的还是电视剧。 在电影方面没有太多功的发展。 而反观王一博,却是成功成为了一名电影演员。 仅仅今年一年的时间, 他就接连推出了三部由自己领衔主演的电影作品, 而且每一部都创造了高票房。 今年春节当,王一博和影帝梁朝伟联合主演的《谍战》电影无名。 共收获了9.31亿人民币票房, 目前暂列中国年度票房榜第六名。 到了4月末, 由王一博和胡军主演的《飞行员》动作电影《长空之王》上映。 该片曾被看作中国版的《壮志凌云》, 它是国内首部展现中国是飞员的电影。 该NH准确把握了是飞员群体的几个本质特征, 首先是崇高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其次是科学素养和飞行技能, 再次是抑制品质和奉献精神。 不久之后, 王一博和黄博联合主演的《励志题材舞蹈》大片热烈也即将上映。 在上影节闭幕式上看过此片的观众, 都给予了非常高的评价。 王一博在影片中的表现也得到了认可, 预计此片最终能够收获近20亿人民币的高票房。 说不定会成为今年暑期档的最大票房黑马。 其实王一博的演技一直都没有得到广泛认可。 依然有很多人认为王一博长了一张面贪脸, 饰演什么角色都是一个表情。 不过即便如此, 王一博的好资源依然不断, 而且主演的每一部影片都能大爆。 他因此还被一些人称为第二个一阳千玺。 如此想要更好的向前发展。 当年的单改剧陈情令将不能再成为代表作。 对此王一博也将该剧从自己的代表作中删除, 而肖战则一直有所保留。 对此, 小伙伴们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下方评论区留言, 和大家一起分享讨论吧。